哇 是不是覺得好美的花園 有的人會覺得呢 他的夜晚比他的白天更美麗唷 我們是在台南去逃漫旅這邊 晚上的點燈呢 他的花園真的好美好浪漫唷 然後這個燈我很喜歡那種燈球 因為它會變顏色 我喜歡那種五彩繽紛這種感覺 很漂亮 現在要等那個 你看這個樹上的燈都好美唷 帶大家來欣賞一下晚上的花園 白天呢跟晚上是完全不同的感覺唷 點了燈的去逃漫旅更浪漫了 超美的超美的 好從這邊進去呢就到後面的草坪呢 晴空塔的部分呢就展開你的冒險旅程 就是叫做冒險飯店去逃漫旅唷 好可以看到這花園呢就一些造景喔 都是可以適合拍照的 像他這邊前面呢就有幾個鳥籠的造型 好這邊裡面都可以坐著 白天也可以坐在這邊看風景 然後晚上呢這個是一個造景 可以坐在這邊 好這邊還有羊妹妹 晚上點燈真的蠻美的 跟白天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好我們來看一下齁 你們覺得這個樹很漂亮 這樣房間呢我覺得很喜歡它的五顏六色 包含它的陽台的部分喔 它可以發現有沒有 五顏六色的一個陽台 超漂亮的 晚上它點的燈真的 就跟白天氣氛完全不同了 那像它如果是游泳池開放時間的話 它也會放了音樂 你就聽到那個音樂 然後在外面看風景 感覺真的非常不錯 外面也放了很多的休閒椅喔 有的人喜歡坐外面空氣比較好 那坐在這邊聊天 喝酒 這都OK啦晚上可以在這邊 那不然呢在一樓那邊還有一個餐廳 在裡面也可以 它那邊現在變成是開放空間 可以讓大家聊天吃東西喝酒 都可以一個公共空間 那一樓那邊的話就有Seven 它是只開到晚上11點 晚上11點喔 很美的花園 晚上點燈啊 這樣看過去我們倒過來看這樣子 很漂亮吧 好 那游泳池現在是關閉的時間齁 如果是開放時間的話 就會非常的熱鬧 這邊就會強強滾了 每一桌就坐在那邊聊天喝酒 這都可以坐下來的 這都有座位區 帶你們繞一圈 晚上呢還可以聽到蟲在叫的聲音 那之前我們來住的時候還有聽到 他們說是類似那什麼 三腔在叫的聲音 三腔喔 晚上的泳池 晚上的泳池 帶你們繞一下囉 然後這邊是這條路也可以是繞過去 是外圍 繞到大門口那一邊去 是花園的一條小路都可以逛的 晚上聽得到蟲在叫的聲音 然後後面這邊的話就是 白天的那個晴空茶 挑戰的那個地方 就是在這一塊草坪這邊 好這邊 好這邊就是白天在晚的地方 這樣繞過來 因為現在沒有泳池沒有開放 所以呢大家都回去睡覺了 因為現在已經九點多了 好非常漂亮的花園 可以坐在這樣子一個沙發 很漂亮的沙發 我很喜歡他這個沙發 就是彩色的 就是配合他背後的燈光 還有配合背後的那個建築 都是彩色的 現在呢我們是在台南去逃曼旅喔 晚上的花園帶著你們來逛逛 很漂亮的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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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後等一下給你們介紹的是 還有在二樓的小小孩的遊戲室喔 以前要付費 現在已經不用付費了 現在是可以玩 不用再另外付費了喔 是不是很美的很美的花園呢 夏天的時候呢花園就會很熱鬧 因為大家就會來游泳 晚上超多人的時候就放的那個音樂 氣氛非常的好 OK 去逃曼旅的花園囉 我很喜歡他那個燈光 真的 你不覺得這種燈 很漂亮嗎 彩色的 燈球 超美的 然後從那個角度看過去那個建築 建築彩色的陽台 冒險飯店去逃曼旅喔 好這間是凱撒集團的 是不是感覺就很讚 他那個樹那個燈光超美的 這個 這棵樹是不是很漂亮 這樣看的建築物這個角度 超漂亮的 OK 介紹給你們了 我去逃曼旅的 夜間花園喔